美国就职典礼委员照告天下 典礼就要开天窗 会打算搁置除了称是因为疫情 更大的缘故恐怕是共和党认为选举结果 还有翻盘的微博可能性 总统当选人拜登就要走马上任 川普人不甘吞拜 趁拜登就职典礼美谱之际怒杠最高法院 拼命最高法院驳回宾州大选的推翻选举认证诉讼案 但随后德州检察长 马上再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 追控乔治亚州 密西根州 宾州和威斯康星州的选举过程违宪 应该要判选举无效 但这出造句在8号法定的安全港期限后可能就要完结 眼下除了威斯康星州外 几乎所有州都完成选举结果认证 代表国会必须要接受下周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 川普落马看似已经难以回天 但从不照规则走的川普就算出奇招 也不让人意外 在内存多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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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